Cic Tac置尊房 我們這個Cic Tac置尊房 今個月份是at 17 我們來到這個台灣的置尊房 做這個置尊房 來台灣的狀態給大家看看 是在床上做 我好喜歡 你也知道這樣嗎? 有試過嗎? 我覺得我們好像John Lennon和Yoko Ono 你很愛我 因為周耀輝填詞 VG就編曲 監製 周耀輝有一句歌詞 就是其實是我在發育 我們也是很有詩意的一份歌詞 余正平導演 就想到 不如拍 已經成長了的at 17 他想到拍一些 由小時候的我們 我們會 練習寫自己的中文字 中文的名字 或者是 到中年 不是中女 所以 初中十幾歲 就會塗指甲油 再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會想結婚 就會戴頭紗 直到有些裸露的鏡頭 都是有拍的 所以我們是有傳裸的部分出現的 其實在這個MV裏面 但究竟你看到傳裸 就令到別人 即是拍就這樣拍 但拍出來 當然看不到傳裸 就很難說的 我簡直覺得自己是個老體狂 你第一次傳裸 是啊 我本來都覺得很緊張 但我覺得 埋位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演員 林二汶和盧凱彤 多久沒有在一起寫歌 好像十八年 一起寫歌 可以想回 其實上一次寫歌 十年了 十年了 就是經歷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知道對方做過什麼音樂的事情 發生過什麼事情 再一起合寫 有沒有想到對方 原來他做寫歌的方向 那個思緒變了這麼多 因為首歌是我寫先 然後二汶再寫 我是覺得 二汶的思緒是變了的 即是變得跟我更加融合 即是我們的合寫 我現在覺得是更加精彩 我希望會有更多 即是跟 我覺得是比 即是 我以前會覺得 我們已經超越不到青春這一首歌 但現在我不覺得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超越到 我覺得十八是可以跟青春並派的 因為有些事情你要 有距離才會看得清楚 所以隔了那個十年距離 還有自己solo的發展之後 我更加了解 盧海彤究竟 他在想什麼 因為我是後寫的 我就會做回另一件事 去平衡 又或者去衝擊本身的樂器 但聽起來 是我們兩個人的東西 其實我想這首歌 是比較清楚 究竟哪些是誰寫的 需要大家聽聽 有警察遊戲 如果成功的話 就能夠得到我們裸體 傻的嗎 你剛才訪問 你一開始就說了 是嗎 他不是想拍的裸體嗎 你真的很搞笑 我還有要寫的 我都想拍到你 你你看到我 你快要寫的 是嗎 我走來 我怕你 你會不會太多